近月二手樓市似有回軟跡象 特別是多個屋苑 包括藍籌屋苑有大幅薄價、走貨的成交出現 一般減幅甚高 甚至近兩成的減幅仍時有所聞 當中不少都是老牌的大型屋苑 雖然二手樓成交價屢見利淡消息 但目前香港樓價仍處於高企位置 有樓在手 如何可以趁目前樓價、刑高企時作出部署 如果物業已持有一段相當時間 相信不少業主手持的物業 帳面已累積一定升幅 假如業主目前不想出售獲利 其實只要待佛式期已過 業主可選擇用轉案套現 透過轉案賺取帳面升值 銀行回贈及按揭轉介回贈的回報 轉案最大優點 在於鎖定樓價升幅帶來的利潤 先將利潤代代平安 騰出來的現金 亦可以作一些低風險的投資 如是者即使樓價進一步下跌 業主亦不會因帳面跌幅感到憂慮 換有價值資產除了轉案外 另一個最直接方法 自然是賣樓套現 或者有人會有疑問 為何趁現在樓價下滑時套現 這個狠看業主持有多少單位 以及持有的士那些單位 例如目前二手樓市中最不利的士位置偏遠 納米樓或樓零舊的士樓 一旦樓市進一步下跌 这些單位的樓價 將很有機會進一步下挫 要待这些單位重返高位 或許需要若干年時間 倒不如趁上算好價時先行買出 假如首期資金充足 趁機換新樓亦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這樣可令業主持有的資產保持高質 將舊血換成更有價值的新血 實際上 在財富管理上可以有效降低風險 在現時的情況下 賣出二手樓要賺盡很難 為業主學懂所定利潤 也是財富管理的重要一環 如果業主差不多或以介退休年齡 其實可以考慮趁樓價高企時 申請液案揭服務 所謂液案揭 是指把樓宇抵押給銀行 然後一次過或每月收取年金收入 而利用液案揭的好處 在於業主可以繼續住在持有的物業內 無需經過賣樓套現 而年金收入可以為業主帶來穩定收入 其計算方法一般以物業估值計算 因此樓價高企的時間 申請就越有著數 假如日後樓價進一步下跌 估值下降的話 亦不影響原先已經獲批的年金收入 因此假如看淡樓市 筆者認為先做事有著數的 筆者認為先做事有著數的 按住 7月6日 為主 筆者 氏